北戴河已经立即战!栗战书罕见视察保密保障! 中共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休假已经结束! 北京时间8月13日,中共人大网披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赵丽战书8月10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北戴河管理部视察的消息。 中共高层视察北戴河管理部极为罕见,并且消息涉及机要保密工作。 这或于早前北戴河党内分裂,防放加强的消息相呼应。 栗战书北戴河会议期间视察涉密部门被指罕见。 据中共人大官网的报道,栗战书10日当天在北戴河管理部先后视察了综合楼、总服务台、秘书局数期机要保密室,机关休假人员就餐仓亭、庭院环境、海滨浴场等,盼望了休假的常委会委员、机关干部职工。 据都委网8月15日分极称,根据大陆公开资料显示,以往北戴河会议期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并没有视察北戴河管理部的惯例,此次栗战书视察该部门实属罕见。 另外,人大网的报道中提到秘书局暑期机要保密室引发外界关注。 观察人事分析,该市应该涉及到了负责北戴河会议期间,保密工作的督促检查和保密事务工作。 分析指出,上述报道说明立战书对于该管理部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所做的保密、安保等方面的工作给予肯定。 出考察的北戴河管理部,只是保障人大机关的后勤工作,而中共领导人的安全保障应该是由中央警卫局负责。 北戴河管理部,又名河碧罗湖宾馆,北戴河修养院,是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下手单位,此外还包括小汤山管理部,顺喜管理部。 1953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每年夏季在北戴河办公,同年冬,中共中央办公厅筹建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北戴河管理处,为中央暑期在北戴河办公服务。 北戴河会议传设正争,参加者暴气凤紧张。 7月31日的中共正式局会议后,密密进行的中共北戴河会议,休假,持续一周。 中共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人民日报中央厨房8月9日一篇文章提及,受邀到北戴河休假的专家们已经在8月8日离开北戴河,结束从8月3日开始的休假。 外界认为也意味着中共高层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休假了已结束。 因为中共高层一年一度的休假,虽然休假时间与专家并非完全同步,但是时间不会相差很多。 栗战书8月10日视察北戴河管理一位,这一位中共高层上周五仍在北戴河。 不过,高层到场未问,仪秀也意味着有关保障工作扫匪。 7月以来,中美贸易战严重冲击中共政权,由此引发的党内政争传式会议议题,政治流言一度满天飞,声称中共元老派桌子吵架对习近平发难,王虎宁被迫下台等等。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8月9日文章引述参与休假者透露,对比以往,本次休假氛围有些不同。 该文援引一位常年参与专家休假工作的人的话语评价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有些严肃紧张,毕竟面临的形势紧迫。 官媒文章的内容不仅从侧面印证中美贸易战成为北戴河期间的讨论话题,也显示中美贸易战给中国决策层带来巨大压力。 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并无任何官方资讯,但紧张情形从安保变化仍可以看出。 香港南华早报8月6日引述消息人士披露,今年会议的保安工作比过去要严谨得多。 在北戴河开会之前,附近一带地区早已开始加强保安措施,每一辆进入秦皇岛的汽车都要事先申请临时许可。 另外,今年只有习近平的特别火车可以停在北戴河火车站一号月台。 为了确保最高程度的安全措施,习近平的火车沿途每200公尺,就有哨兵站岗。 也有消息说,习近平下榻的零号别墅被指白天和晚上门庭弱势。 因为内忧外患,习近平似乎无法入眠。 路透社早前援引消息人士证实贸易战引爆中共党内争吵。 一名中共智囊团的顾问说,现在中共内部越来越感觉到前景变得严峻。 许多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对中国、中共的贸易战政策感到不满,总体观点认为,中国、中共目前的立场过于强硬,领导层明显错误地判断了局势。 隐神多时的现任常委王沪宁是各类党内分裂传言的焦点之一,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又缺席会见62位中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令人怀疑他的部分权利会被收回。 8月9日在苹果日报刊发的与月文章说,王沪宁隐身,背后牵涉近期有关新要为贸易战问责,下台及习近平遭遇江泽民等元老逼宫等种种传言。 是最新的一次从北京到北戴河的所谓政变。 文章说,据说王岐山放言,我只听习近平的。 这说明今年习近平在北戴河遇到不寻常的政治反对力量。 港媒署名李平的一篇文章则提到,在北戴河700多栋别墅中,习近平入住零号别墅。 零号别墅据说最早加装了防弹剥离,保安被形容为固若金汤。 而零号别墅要加装防弹剥离,据说是周永康在2012年的北戴河会议前后,两度策划暗杀习近平。 港媒文章认为,以中共的诚信程度及铁幕后拳斗的血腥程度而言,中共就算公开真实的答案也难取信于人。 北戴河越来越神秘,无论是暗杀,逼宫传闻,还是政经决策,人事安排的斗争,迄今没有脱离历史的惯性。